今天這影片我會教大家如果利用CAMMA 去做出非常有創意的液體專長特效 就像這樣的一樣 那我會教大家如果做出高階的版本 結得上標題動畫就像這樣的一樣 我想把這種專長特效加入到你的影片裡面 去增加你的影片的豐富程度 請繼續往下看這部影片 哈囉大家好,歡迎畫畫片,我是Greyson 我想如果YouTube頻道在網上打到自己個人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專權免費的 就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結束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完也可以找到很多經濟度非常使用工具 現在我們進入到CAMMA首頁 我們首先需要選擇影片選項 因為只用你打開的影片選項才能夠開啟影片剪輯的功能 我們選擇第一個影片,它的尺寸是1920x1080像素 首先需要上傳我們的影片 我們選擇這裡,上傳影片 這裡我們可以選擇上傳媒體 下面就上傳了我的影片 這裡還有一個選項就是錄製自己 可以讓你錄製自己的屏幕 或是通過攝像頭錄製你自己也是可以的 下面加入我的影片把它拖錄到畫布裡面 這個影片段我需要加入兩個液體轉場 一個是單獨的液體轉場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液體轉場結合上標題動畫 我先來播放一下找到第一個裁寫點 這次影片我教大家如果利用Canva去做出非常有創意的液體轉場特效 就像這樣的一樣 到了這個時間點我就應該展示第一個液體轉場特效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個時間軸的標誌 就是一條線還有一個倒三角 然後可以右擊一下,這裡有個分割 這就會分割我剛才的片段 然後需要找到下一個裁寫點 我們繼續播放一下 那我會教大家如果做出高階的版本 接上標題動畫就像這樣的一樣 這個時候我找到另外一個裁寫點 我還是右擊,選擇分割 然後回到第一個分割部分 我需要加入第一個液體轉場特效 我選擇影片選項 這裡輸入關鍵詞Liquid Colorful Transitions 這裡就提供給你非常多液體轉場特效 但是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左下角會有一個環環標誌 如果你已經是一個看完PO的用戶 那麼你就可以免費的使用 如果你是免費的賬戶 但是你要使用這些液體轉場特效 你就需要付費去購買它的版權 不過在這裡大家可以使用我評論區的鏈接 去免費使用30天Cover Pro 你也可以免費使用這些液體轉場特效 當你把鼠標移動到上面之後 你就可以預覽它的特效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特效 例如我想選擇這個特效 我們有兩種方法加入這個轉場特效 首先第一種方法就是你可以直接拖拽 你可以直接拖拽到這兩個片段之間 然後你可以發現這有一個紫色的中線 就代表你可以加入這個轉場特效 甚至加入了這個轉場特效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假號 這裡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新增頁面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新增轉場 我們可以選擇新增頁面 在這裡拖路我們想要的轉場特效 這樣我們也可以加入轉場特效 這樣我們可以在這個轉場 還有這個影片之間再加入一個轉場 這樣可以更豐富我們的影片 我們可以首先看一下這個液體轉場特效 它是從上往下的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這假號 在這裡選擇新增轉場 這裡會有幾個選擇 一個是龍解 還有一個是滑動 然後圓形擦除 還有直接擦去 之後我想選擇直接擦去 然後它也可以讓你選擇方向 我選擇從上往下 現在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液體轉場特效 就像這樣的一樣 然後我可以看到 在這個液體轉場特效裡面 會存在一大片的綠色區域 只要縮短它的時間 我可以選擇這裡 把這個時間縮短 像我們再看一下 我需要繼續把它縮短 像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像這樣的一樣 像這個液體轉場特效的時間就剛剛好 然後我需要再加入一個轉場 讓這個液體轉場特效 順利的過渡到我下一個畫面 我點擊之後加號 形成轉場 還選擇直接擦去 然後選擇從下往上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像這樣的一樣 我會教大家羅組織高階的版本 接下來我需要在第二個部分 加入一個液體轉場特效 那如果我選了這個特效 我加入了這個特效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這轉場特效就是 液體噴灑的效果 我們只需要擷取其中的一段 到這裡就是第一段動畫 我選擇右肌 把它分割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樣 然後把後面刪除 接下來我需要在這裡 加入一個畫面 點擊這個加號 選新增頁面 把這個時間縮短 縮短到一秒 然後把它更改一個背景顏色 選擇這個顏色 把它更改成藍色 然後輸入文字 點擊文字選項 選擇字型搭配 然後選擇這個字型搭配 更改文字的信息 然後需要給這個文字 交流動畫 選擇動畫選項 這裡就會有非常多的動畫 供應選擇 例如這裡有爆裂 或者你可以選擇彈跳 進行就選擇爆裂 這裡可以讓你進行一些條件 例如可以調整的強度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接下來我現在要在兩個畫面之間 加入一個轉場 選擇這個加號 選新增轉場 還是選擇直接插去 這裡選擇從左往右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這裡我們需要再加入一個轉場 因為我剛才液體動畫是從中間上開的 所以選擇原型擦除 然後最後這個片段也需要加入一個轉場 也是選擇直接插去 選擇是從右往左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就像這樣的一樣 我想把這種轉場特效 加入到影片裡面去增加你 像是給我影片 加入了兩個液體轉場特效 我們可以來重新播放一下 接著這影片 我會教大家 如果利用Canva 去做出非常有創意的液體轉場特效 就像這樣的一樣 那我會教大家 如果做出高級的版本 接上標題動畫 就像這樣的一樣 我想把這種轉場特效 加入到你的影片裡面 去增加你的影片的豐富程度 就繼續往下看這部影片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下載 我們點擊這個下載 選擇MP4影片格式 選擇所有的頁面 點擊下載 今天展示給大家的 這兩種液體轉場特效 並不複雜 希望大家都能夠很容易的學會 就只要錄到你的影片裡面 去讓你的影片變得更好看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在底下評論區告訴我 在我頻道裡面 還有非常多關於Canva的教程 就也可以看我這些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讚 如果你還能了解 更多關於Canva YouTube的內容 歡迎對我頻道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互動 可以關注我IG 在底下描述來 也可以找到很多經驗力 比較小工具 那麼下次再見 掰掰